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正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现在我们年轻人一说到要创业 肯定想到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创业 你想想互联网加外卖 互联网加单车 互联网加汽车很多 我们去到街上面 很多五颜六色的共享的单车 我们就会想到 我们也可以跟互联网对接 那互联网加我 就是一种很棒的创业机会 然后我们来到安利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提供给我们就是 可以发挥自己优势 发挥我们才华的一种创业平台 轻创业的平台 这是我们年轻人也是很喜欢的一种创业方式 那到底互联网加安利怎么去创业呢 因为很多的合作伙伴 我们经营了几年或一段时间的时候 都是在线下比较多 他就会想怎么去结合线下的 我们这么大的优势来做呢 特别是有些新的合作伙伴 一开始加入到我们这个事业当中 就接触了非常棒的互联网加安利了 他们就会想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开始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众号 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场景 这么多优质的内容 我们到底应该拿哪一些 给哪一些适合的人呢 就值得我们来思考 每一天我们的微信 都会收到很多的微信信息 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群的信息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精准的内容 对于我们的朋友找到他想要听的 适合听的内容 所以有句话就说 要找到精准的粉丝 给予精准的营销 那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去找对人呢 怎么去给他呢 怎么去吸引他来看呢 也是我们要想的一个话题 所以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这么多的优质内容 可以恰当的适合的 给予适合的对方 那我们这个平台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你看 这个平台是不是可以 帮助我们去找到对的人呢 找到适合的人呢 而且可以让我跟我的对象 我的朋友 我的顾客 可以有比较紧密的沟通 然后呢 可以展现我个人的风采 学识和能力 也可以呢 去运用好我们公司的 优质的内容提供 还有我们团队也有很多的内容 或者线下的一种活动的内容 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去给予我们的对象啊 你看 这个平台也可以让我们的资源可以整合 不是单打独斗 是团队合作 还可以呢 打通线上线下 现在叫做O2O 就是很注重线下体验 以及线上的引流和输出 什么样的一种平台 可以符合这样一个平台的特征呢 一种特点呢 给大家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社群的平台 有一个非常当红的作家就讲了一句话 社群经济 将会大行其道 因为以往我们的商品经济啊 都是用商品来吸引人 但是现在的社群经济方式完全不一样 通过一个兴趣点 一个非常棒的内容 或者是对别人有价值的一个主题 就可以先把很多人 很多的人呢 聚集在一起 然后再根据这种社群的经营呢 可以呢 把这种价值观啊 可以把这种内容啊 输出 吸引到我们的兴趣相同啊 或者是爱好相同的人 聚集在一起 那样子的话 把这种人际关系可以升级 因为以往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经营呢 都是单对单的 但是现在 我们可以运用社群的话呢 就可以一对五百 一对甚至五千 就可以将我们内容呢 分享给社群中的朋友 通过我们的这种社群的经营 可以呢 达成呢 这种信任度的提升 互相的信任 互相的学习提升 久而久之 有相同兴趣的 有相同价值观 甚至是 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被我们吸引在一起 那所以我们需要一种 非常棒的 社群经营的平台 不单只是可以呢 提升我们的人际关系 还可以呢 去团队合作 我们通过社群 可以运用好我们的团队的 这种力量 一起来合作 就是有这种团队的经营模式 你看 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应用程序 可以让这些内容 去给予适合的人 适合的去吸引他来听的话呢 将这种公司的内容 链接到社群 以及我们团队现在呢 都会做自己的 个性化的公众号啊 个性化的广播 空中课堂也有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呢 都可以链接到我们的社群 把这个内容 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还有顾客 还有我们的对象啊 链接在一起的话呢 就达到一种 资源整合的效果 当然啊 我们怎么去整合 就需要我们去 用心的经营 下面呢 就会一步步的 跟大家来分享 我来讲一个概念哈 到底微信群等不等于社群呢 因为很多人都有微信群哦 但是呢 如果你的微信群呢 不去经营 也没有个主题 可能很多微信群的慢慢就变成了僵尸群了 因为我们之前呢 都很多群啊 你看我们的朋友 是不是有小学同学群 高中群 大学同学群 校友群 还有呢 亲戚群 发现很多群 慢慢的 就无声无色了 然后呢 发个红包 也好像没人来接 那不叫社群 因为真正的社群是有主题的 有经营的 有线上线下的链接的 那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微信社群呢 这是我的一个分类 我是根据人群的类型呢 现在做成四大分类 第一个有粉丝群 就是他可能只是顾客 可能只是因为喜欢一起来去交友 喜欢健康 就结合在一起的粉丝群 那当然也有了 是忠实的顾客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顾客群啊 还有我们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以及有一些是想了解这个事业机会的朋友 是不是可以进入我们的创业群 那还有一些是叫做经营群 那经营群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是非常投入这个事业的 一须打拼的合作伙伴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经营群 那群有很多 其实这只是一种分类的建议 或许你也有你的不同类型的群 那有些朋友他喜欢有妈妈群啊 有一些是健身群 不过我有个建议 就是先经营好一个微信社群 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 我一开始感觉到这个社群经营得好的话 有很大的发展 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建很多群 但是发现人的经历是不是有限的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经验不足 慢慢大家对某个主题的群失去兴趣 那个群就没有人关注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建议就是 先建好一个微信社群 好像我有个高级主任的 他的家庭聚会都非常火爆 所以他的时间也不多 他就用心地去经营好一个群 他的合作伙伴啊 他的一些优质的顾客 都在这一个同一个群里面 非常的火爆 因为他每天早上就有一些 当然非常励志的分享 也有一些早上的一些大家互相的鼓励 那不断地有一些好的消息 或者是线下聚会的一些场景 都可以分享到这个群里面 讲到这里的话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先经营好一个微信社群 以后你有经验 有股干的话 你可以开更多的微信社群 好 那讲到这里 我们刚才讲到了 有粉丝群 有顾客群 有创业群 也有经营群 这么多的社群里面 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把它们串联在一起 而且达到可以 O2O的线上线下的互动 然后在不同的社群里面去转换 让更多的人 先是从数量比较大的人群 进来之后慢慢的成为顾客 或者是合作伙伴呢 因为我就是建立了一些这样的社群 不断的去引流 而且去转化 达到不错的效果 这个粉丝群呢 数量是应该是比较多的 因为根据我们社群营销的概念 有个漏斗原理 我们首先要的基数比较大 先把人先聚集在一起 这样的话 你基数够 寻找到你想找的人 是不是那个几率就大了 好 所以先把我们的基数 粉丝群你可以做多一点 就会去做引流 到顾客创客群里面 那怎么去做呢 可以结合线上的线下的活动 包括有兴趣活动 家庭聚会 线下的大会 就可以产生这种引流 怎么去转化呢 你可以建立200人的微信群 先有个基数 把人先吸引起来 然后通过呢 引流 通过你的交流 转化 吸引到其中 可能有200到400人 是对你的人是越来越认可 越来越信任 对于我们来说 就可以跟他沟通 把他转化成顾客 一定有些人 因为我们不断地输出 对他们有价值的 有帮助的内容的时候 他们就对我们呢 逐渐地产生了信任 我们的这种影响力也会提升 就会有利于帮助我们 把这些朋友 转化成顾客 以及转化成呢 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就可以寻找到 其中部分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就好像 昨天晚上 我有一个合作伙伴呢 他就微信问我 他说 听你的 在微信里面分享的 社群思维 非常棒 但是有一点 想了解一下 他就说 在社群里面 怎么去 建立信任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他就说 因为刚开始接触 这个平台 刚加入 所以他就很兴奋 觉得互联网加安利 是个很好的商机 但是发现呢 跟他想象的 也有点不一样 因为呢 他说 他原来是做 手机配件 我就跟他说 因为 是不是 手机配件等等 是不是一个买卖 那我们安利事业 是一个事业 我就说 如果你真的想的话呢 你一定要来学习 他说 自己用了好一些方法呢 都失败了 然后我就说 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而没有用成功的方法 最好方法就是要来 线下来学习 他就答应一定要来 线下来学习 OK 那讲到这个例子的话 大家有没有领悟到一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流 可以通过线上 引导到线下 因为线下的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可以增长我们的 关系的信任度的 也有个朋友呢 在微信里面会问我 到底他自己应该怎么去提升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你真的想提升的话 关键是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定位是什么 所以他就讲了 他的一些人生的定位 他的想法 我就跟他说 其实经营线上社群 然后实现这个事业机会 最重要还是 要学习安利的基本功 安利的一些能力 因为如果你没有安利的能力的话 可能线上的功夫 可能是花拳秀腿 互联网加利 将会让你的事业加速 所以关键词是什么呢 关键词就是要 引流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我们首先把人 引流到 我们的粉丝群里面 首先做好这个动作 我们有一定的人数的激素的话 我们继续将它 引流到我们的线下 引流到我们的 我们成为顾客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引流还有个词叫做交流 我们交流分开 线上的交流 以及线下的交流 线上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一起在群里面交流 可以讲一些微课 可以根据某些主题来讨论 这是一起来交流 但是我们还可以单对单的交流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讲一些主题 然后吸引到一些合作伙伴 吸引到一些新朋友 一些对象的注意 他可能就会失信来跟我沟通 我就可以给到一些想法给到他 然后我们因为通过不断地去分享 自己的影响力也会提升 所以引流跟交流 以及下面的一步叫分类 不同的人他的兴趣爱好不一样 我们也要针对不同的对象 做出不同的这种引流 有些朋友喜欢 他就喜欢半量 喜欢美丽的话题 就进入我们的这种雅兹的美丽的群里面 也有些朋友喜欢读书 那我们也可以有读书的群 有些朋友喜欢健身 喜欢牵体 喜欢身体健康 那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健康群里面 所以一定要把它分类 分类的好处就是 将公司以及我们团队 不同的内容 不同活动的一些信息 分别放到我们的社群里面 就会达到非常棒的效果 还有链接 链接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内容 公司的内容 团队的一些信息的内容 以及我们的合作伴都要链接在一起 放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就会产生很大的化学作用 那这个链接呢 有个非常好的效果就是 让我们的影响力提升 其实这样子 我们无论你做哪个行业 做哪个生意 最重要的就是经营人际关系 那以前经营人际关系 就需要效率比较低嘛 因为需要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现在有互联网 可以用我们的线上的社群 来交流 可以提升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通过这种交流 其实也是提升我们的影响力 那我们管理一个社群 也在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 这时候我们这种链接的效率 就会越来越大 链接到线下的能力 也会越来越强 继续分享一些经验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社群里面经营 那有些朋友就说 那我们社群 刚才讲了要引流这么多的顾客 这么多的粉丝 怎么来呢 粉丝是不是可以从你的朋友圈来 其实有个概念 你首先经营好你这个社群 里面的第一批的粉丝很重要 因为当第一批的粉丝 第一批的群友 假设你有十个朋友进入到你的社群 他真正的感受到 你很用心的经营你的社群 你的社群真的有很多对他人生 对他生活有帮助的内容 是不是他是受益者 当他成为一个受益者的时候呢 他会分享啊 因为每个朋友都有分享的欲望 他一分享的话 他就会吸引到他身边的朋友 也进入到这个社群里面 社群就会不断壮大 所以我们的粉丝就会越来越多了 那关键还是把自己经营好 把我们的社群经营好 你的社群是有吸引力的 能够创造对别人 对人们有帮助的一些内容的话 我相信你的粉丝就会源源不断 有句话这样说嘛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有不同的小组来合作 那有些领导就担心 会不会一些人脉的混合 那我建议这样子 你可以呢 以一个主任为单位来经营好一个社群 然后呢 你可以将社群的人数呢 稍微呢 定低一点 你可以将这个人数定位为 40人到100人 那这样子的人数 在控制范围之内的话 是不是可控性更高 更容易管理 就是你的精力安排也很重要 你的时间安排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每天都趴在线上 每天都去玩微信玩手机 可能那个效率又会下降的 因为人很奇怪 老是玩手机有时候精力会下降 所以我的建议是 20%的时间 你可以运用在线上 80%的时间可以运用在线下 结合传统 我们一直以来 线下做安利的这种活动 这种聚会 线上20%的话 我一般的经验呢 一般是早上8点钟到10点钟 因为这个时间段呢 据统计是很多人看微信 看手机的一个时间段 那还有一个时间段 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8点到10点钟左右的时间 也是很多朋友 喜欢看手机的时间 那我们所以就把这两个时间段 作为我们呢 经营我们线上的微信社群的时间 但是还有个重点 你会不会一直看着你的微信群呢 如果你一直关注你的微信群 是不是你就可能你就一直老看着手机 你线下的工作可能也做得不好哦 那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跟你的群里面的朋友说 大家可以呢留言给我 at我 我不会经常看手机 但是我每天定在什么时间 会看手机 看微信群 这样子的话 大家的效率就会很高 这是时间管理 那还有一点 就是要有群规 但是群规呢 有时候给人家感觉 就是有距离感 有一次我发群规 就有一个比较新的朋友 他在我的健康群里面 他就说 好像很了不起一样 还不能讲那个 不能讲那个 他就有些抱怨哦 所以呢 当然我们会安抚他了 但是这个群规发了太多的话呢 让我们的社群里面的粉丝觉得 你好像有点距离哦 所以我建议呢 可以一个星期定期发群规 然后呢 在禁群之前 就会发群规 就是私信给禁群的新朋友 但群规不能发太多 因为呢 这是一种 有时候比较严肃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达成了共识 就是说 尽量的用一种比较 尊重对方的方式 让他呢 来尊重我们这个社群的文化 还有呢 你的群有没有灵魂人物呢 如果你定位 你要经营好你的社群的话呢 你就要定位自己 要成为社群的精英 社群的领袖 这样的话 你就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对你的朋友 有很大的触动 到时候 你约他 来到线下互动的话 你的影响力会更大 你更容易邀约 你也更容易的 去吸引到对方 进行一个身份的转化 从粉丝 到顾客 到合作伙伴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内容 谢谢 谢谢